新竹 石山水帘洞 今天带大家去走走石山水帘洞 先逛逛石山游客中心 这里地理不大但环境舒适 为了可以先在西新茶楼休息吃饭 放完来去水盐洞 有两条步道先走水帘桥步道 倒水帘桥只有175公尺 步道很轻忧自然很好走也不长 走约10分钟就到了 走约10分钟就到了 游客欣赏幽静原地与西比足鞋的自然美景 游客欣赏幽静原地与西比足鞋的自然美景 游客欣赏幽静原地与西先看得到 水灵橋步道自然美美 利益當然很悠閒 沿途樹蔭林立緩脫時階 所以是一條很適合全家老小來走的步道 開花瓶喉豪 沿途樹蔭林立緩,病毒,腌肉 纔綠皮,腌肉 诺米古桥是先人的智慧 往石山古道走可回到石山游客中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水帘桥步道加石山古道总长500公尺 出口往左走就是石山游客中心 再一次回到水帘洞 前往水帘洞要走242公尺 机梯式步道不能走 倒水帘洞108公尺加水帘洞步道250公尺 只望一圈共358公尺 水帘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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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蓉 温蓉 防芋 日式加摩尼 行程可从游客中心水莲桥步到水莲洞步到范伊寺回歇心茶楼 今天影片到此为止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观看 谢谢分享